阿嬤刚洗完早坐在椅子上 女看护拿衣服要帮她穿上 但女看护下一个动作却令人傻眼 女看护拉下口罩 把衣服当作卫生纸醒鼻涕 再帮阿嬤穿上相当恶心 中风的阿嬤任由她摆布 这时女看护又出重拳捶打阿嬤的头 接下来不管是抬脚 吹头发 每个动作都相当的粗暴 更可恶的我婆婆坐在那边 她能叫也能叫 她这么用力这么大力地捶我 打我婆婆的头上 即使在房间内 女看护发现屋外没人偷看 就用力拉扯重压阿嬤的头 甚至没有为阿嬤吃饭 就把食物偷偷地倒掉 我先跟前脚出门 她后脚就击我婆婆 就打我婆婆 如果要她头低下来 就拉她后脑勺的头往前 如果要让她放去 就拉她前面的头往上面 还K她真的是太可恶了 阿嬷查比贵管 被打也无法出声求救 证明印尼籍女看护 来台工作满三年 雇主逢年过节还包红包 甚至帮她庆生 但她却虐待殴打 务病多年的老阿嬷 雇主表示 女看护只承认动手打一次 直到家人发现 家中财务短少 装了监视器 才揭发看护的恶行 雇主搜证之后立刻报警 决定对女看护提出伤害告诉 记者韩志金黄走音台中报导 欢迎订阅